兄弟 问一下 这边就是酒席一般上分子上多少钱啊 基本上100块钱 如果说关系好的话也就是200块钱吧 100块钱一个人啊 一家一家 来三家人的主家 要亏本了 也差不多吧 反正也挣不了什么钱 大家好 我是小九 今天我们在徐州沛县 我们看一看沛县的流水席 很壮观啊 后面 这边大厨在烧菜呢 师傅 你烧的什么菜啊 牛肉感人的 咱们今天中午是多少桌 35桌左右 多少钱一桌 这个是400 400一桌 多少个菜啊 16个 6个大碗 16盘6个大碗 22个菜 400块钱 这么划算啊 这边配线的酒席是不是都是这个价格 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差不多是吧 你最多办过多少桌一个人 100左右吧 就是炒100多的菜 厉害大厨啊 这个是大菜吗 大菜这个是大菜啊 还有我刚才看那个锅里面那个鱼是怎么做的是红烧鱼 鱼鱼鱼鱼鱼鱼鱼是吧 大妈这是做凉菜是吧 大姐这个是什么山药啊 也是凉菜 炒菜炒菜炒上药 那这边是准备好的虾 花生 黄瓜 这是芹菜 这个锅里面炖的也是肉 估计可能应该也是牛羊肉之类的 菜都准备好了 就准备开始了呀 炸的肉丸子 很热了很热了 有两个人都打不动啊 哎呀 烧鸡 烧鸡 一桶烧鸡 哎呀 香味浓郁 家养的鸡 土鸡是吧 对 土鸡 餐具 准备开洗了 这是烙磨啊 酒席还像烙磨的啊 这边是小朋友一桌自己摆桌子了开始 大厨洗锅了 是准备炒菜了吧 大鲤鱼 大鲤鱼下锅了 不用炸直接炖 这一锅是多少条啊 18 18条 两锅是吧 大鲤鱼 凉菜大虾准备上桌了 这22个菜里面 西瓜算不算 不是啊 西瓜果盘 那连西瓜就23个菜了 还有草莓啊 都是十顶水果 这个怎么分俗啊 还要来根甘蔗 甘蔗 架在车顶上面 这应该也是当地的风俗 哇 真热了 首次烧鸡这边是 火盘里面看着挺漂亮的 这边一个小妹妹在等吃食呢 这也是个凉菜 应该是炸的什么铁 这个什么菜呀师傅 鸡米花 炸的鸡米花 一盆鸡米花也炸好了 这个姜豆也是凉菜 打点蒜蓉卤 又是个凉菜 这是鱼罐头 豆香黄鱼 这大师傅很有力气啊 人是越来越多了 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是牛肉啊 牛肉 牛肉啊 炸牛肉 小虾米 也是要炸的应该 我们数一下几个凉菜啊 鱼 黄瓜两个 虾花生 四个 烧鸡还有这个六个 姜豆还有这个肉 八个 已经八个两菜了 应该还有两菜 白酒也上了 这一箱拿完了 洋回大去 你饮料也上大瓶的果汁 黄果汁和蓝莓汁 九个冷菜也好了 鸡米花 过后还要上点糖 然后还要上点糖 瓜子 第十个冷菜也要开始装盘了 拌的牛肉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配一线的流水鞋 二十二个菜 十个凉菜已经好了 这个是什么 塑料袋装的一个一个的 应该是大肘子 好了开始上菜了 这应该都是自己家的朋友帮忙的吧 对 是你帮忙 好像都是男的啊 美女的啊 这个好吃 烧鸡大肘子 他这样塑料袋装好的分的不会烂 一个一个都是整的 放在这个桶里面热 热汤里面 哎呀真香啊 小猪头 我刚刚发现后面还有很多人站在这边等 他应该是 30多多先上一半 然后再上一半 第一轮可能就是 妇女 老人 小孩不喝酒的人 因为我看在后面等的都是男的大部分 应该是等着喝酒的药 鸡肉片 鸡菜炒肉片 好 山药也好了 大碗的羊肉 这是排骨应该是 这是刚才看到的安纯蛋烧牛肉 这边还有甜品的八宝饭 我们虽然没吃 但是我觉得这个菜的口味应该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22个菜400啊 400太便宜了 太近了这菜 这一间是大菜 肉丸子 这结婚好像都要上这个 鱼要上桌了 大鲤鱼 炖得非常烂啊 这鲤鱼 好 汤里面要撒点香菜豆腐皮 第一轮大西结束折菜 没吃 都吃完了 吃的差不多了 菜折完这桌就结束了 下一轮再来吃了 这应该就是十周有名的大西折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桌子很多都已经开始要翻台了 抓紧时间把网块赶快洗一下 下一桌继续了 屏幕前的朋友觉得配线的流水池怎么样 微味道来试试品贵 我是小九 慢点